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本书其实在2019年就已经出版了 经过了一年多的时间 这本书在网路上 在瑜伽界还有在灵修界 获得非常大的回响 许多人并不知道说原来灵修 跟古印度的瑜伽有这么密切的关系 许多的读者在阅读完这本书的时候 写信告诉我 谢谢我出版这本书 让他们知道 灵修不是只有灵动 不是只有训体写天文 甚至只有点灵认阻这么简单 其实他背后所隐含的哲学 智慧还有修炼器 如何转化我们的原神 进入到所谓的解脱 他有非常大的密切的关系 但是也有许多的读者 他认为说 我看这本书 他是在讲瑜伽 那么他并不适合我 因此呢 许多喜欢 我在人间系列的读者呢 他并没有去阅读这本书 他们认为说 他这是一本在教导提味法的书 他并不适合他们 在2019年呢 重新的再版 就是要让每位的听众朋友 来了解 瑜伽跟灵修背后的牵连 如果一个灵修人 他并没有阅读过这本书 那么他在走灵修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呢 他会琢磨在所谓的点灵认阻 通灵灵动训体 这个出钱的认知当中 这本书 他里面所写的 通通是我语设精彩的故事 里面所写的 不只是我的故事 同时告诉你 我为什么 能够把这本 在台湾从来没有人去发现的秘密 写在这本书当中 在2015年的时候呢 我参加的 印度的Severanda 瑜伽十字影 在这个十字影当中的时候呢 我竟然发现 原来 瑜伽跟灵修有这么大密切的关系 连续一个礼拜的时间 我的身体不断的产生灵动跟气感 对于一个将近走灵修20年的我来说 这种现象已经许多年没有再发生过了 我带着疑问跟好奇 我想知道印度的老师怎么来看待这个 台湾的灵动现象 印度的总教练他听我的故事之后 他摇了摇手 他告诉我说 这个就是古印度的抗达尼尼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灼火 当他告诉我这句话的时候 我更加的清楚了解到说 原来台湾的灵修训体 所谓的转化原神之气 就是灼火 也就是抗达尼尼 原来这三者的关系 是如此的密切不可分 我在上的确认 同时我把我的经历 把我的故事 我用最简单的方式 来告诉我的印度总教练 这位在古印度学习瑜伽 将近四十几年的这位瑜伽老师 我希望从一个印度瑜伽老师的身上 去聆听到关于我的故事 他如何来解读跟看待 在听我的故事之后 这位印度老师更加的肯定 他告诉我说 这个其实没有什么 你的身体确定就是 所谓的抗达尼尼觉醒 当你有这样的一个能量的时候 你该怎么去运用它 当一个人的能量觉醒的时候 就好像他拥有一部车 但是如果你不懂得去驾驭它 你不仅会伤害自己 你有去伤害到别人 当时当你能够驾驭这个能量 当你能够驾驭这部车的时候 它不仅可以帮助你造福人群 同时它可以载你到你想去的地方 拥有这个世界 拥有一个能量 它并不神奇 重点是你的大脑 你的智慧 跟你生命的哲学 怎么去跟它相辅相成 让这个能量不断的壮大 同时可以帮助你去了解这个世界 帮助你去认识自己跟认识别人 这个才是康达尼尼 这才是瑜伽真正要去学习的地方 我们试着把这个语言转化成 我们台湾人所知道的灵修 当一个人原神觉醒 当一个人他已经会灵动 他已经起灵了 但是你该怎么去运用它 怎么去了解它 怎么去使用它 你不伤害自己 不伤害别人 同时你让你世界更为宽广 这个就是每位灵修人要去了解的地方 一样的观念 一样的知识 在这本书 灵修训体与瑜伽的精彩对话当中 其实我告诉你的 其实并不是瑜伽体会法 我就在告诉你就是 你如何去倾听你自己的生命 以你的身体为师 当你遇见了灵修与瑜伽的 这股神命力量的时候 你怎么去运用它 怎么去驾驭它 同时怎么去使用它 这本书已经出版了 我希望走灵修许多年 依然感觉不到 不知道什么叫做灵修之路的人 我也希望许多 学瑜伽的人 停留在所有的体会法的 这些朋友们 一定要来阅读这本书 这本书 它绝对是台湾史上第一本 将灵修训体与瑜伽精彩的对话 写得非常详细的一本好书 我所写的这本书 它不是只有理论 它不是只有优美的文字 它是我修炼灵修之路 一个转类点 这本新书已经出版了 在各大的网络书店 还有实体的书局 你都一定可以购买得到 如果你跟雨色一样 对修行、灵修、瑜伽 还有解脱生命 抱持非常大的兴趣 而你想要更加深处了解它 就一定要好好地来读这本好书 详细的购书的方法 我们都会写在这个影片的下方 能够让每位的听众朋友 听完之后 可以直接的点选 来购买这本好书 你所收听的节目是 华人网路心灵电台 所播出的雨色新养生 在新养生当中呢 雨色都会介绍 不同的身心灵好书 以及腰房、作者、翻译 或者是编辑 来节目当中 为每位的听众朋友 来介绍书中 还没有说完的更多的事情 如果你手边有一些好书 希望雨色在节目中 来介绍 或者是呢 你自己本身呢 从事出版业的工作 有一些好书 希望雨色来做推广 都欢迎跟雨色来联络 好的节目 需要每位的听众朋友来支持 好书更需要大家来推广 雨色电话是0975256579